澳洲同志企鹅夫宝宝 多元成家全球吸金 这一对住在澳洲雪梨海洋生物水族馆的企鹅同志情侣 已经收养了一只母企鹅当宝宝 至CNN报道 这一对爱侣叫做Sfan和Magic 去年10月他们一起孵出了宝宝 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可爱的画面更让超多网友融化 他们都是公企鹅 但自从去年交配期之后 就形影不离地陪在彼此身边 水族馆工作人员看他们如此甜蜜 总是一起玩一起散步一起游泳 就决定替他们收养孩子组成家庭 刚好另一对企鹅夫妇生下了两颗蛋 多的这颗蛋就让Sfan和Magic收养伏蛋 据CNN报道他们都是巴布亚企鹅 通常会在孵育季节剩下两颗蛋 但由于南极天气严寒 只有一颗蛋能够孵出长大 在2018年10月19日 这对同志爱侣 终于成功生出超可爱的小企鹅 重91公克 因为两种性别的企鹅外观相似 专家花了好几个月 才透过咽血得知宝宝的性别 工作人员暂时帮宝宝取名为Sfanjic 就是两个爸爸的名字组合在一起 不过因为宝宝是女生 所以之后还会另外命名 现在Sfanjic宝宝每天跟着爸爸们学潜水 胃口也特别好 一家三口好幸福啊 不过 感谢观看